四月风风起个早看完电影声音讲 今天先不准为大家讲述一部 女孩上学遭全班欺负只能休学 十年后回来复仇 全班人无一幸免的电影 禁忌女孩之挚友 在学校举办的毕业典礼上 大家都感觉到了离别的气氛 那些美好的回忆历历在目 为了更好地相见 大家各自将一件东西丢在一个大箱子里埋藏起来 等到相聚时再打开 一晃十二年过去了 在同学聚会上 大家都高高兴兴地聚在一起喝酒叙旧 莉莉和阿伟两人高中时做着情侣 毕业之后幸福地走进婚姻的殿堂 更是让人羡慕 莉莉为了照顾家里做了家庭主妇 阿伟成为了机长 莉莉的闺蜜做了一名空姐 其他人呢 有的成为了摄影师 有的成了工程师 还有的开医院当了院长 日子过得都还不错 接着众人在聚会上 抬来毕业时埋的那个大箱子 每人拿出自己带着回忆的东西 感慨万千 并纷纷和物品合照留念 莉莉和阿伟这对情侣 也拿出了当年写给对方的情书念了起来 两人秀完恩爱以后 有人拿出了一款手机 问这到底是谁的 在场的没有一个人回答 就当大家思考这到底是谁的时 其中在场的一个同学想起 这个手机应该是小娜的 莉莉接着说道 小娜是一个神经病 她刚来到学校时没有一个朋友 总是拿着手机给男友包电话中 莉莉领着姐妹们 一起试着想和她做朋友 小娜也总是以自己有约会为由拒绝 同学们都想见见 小娜的男友到底长什么样 一次偶然的机会 莉莉偷看了小娜的手机 发现她手机里的通讯记录都是空空的 那么她成天到底在跟谁打电话呢 莉莉怀疑小娜每天在跟空气聊天 根本没男友 就这样小娜被全班同学当成了神经病 被欺负 突然有一天小娜满脸是血来到教室 从那以后小娜就离开了学校 消失不见 可阿伟觉得小娜高一的时候就离开了 这或许不是她的手机 莉莉接过手机一按 手机竟然还开机了 紧接着在场的所有人都接到了来电 就在大家感到莫名其妙的时候 聚会上的大屏幕亮起 小娜出现在大屏幕上 而小娜本尊也出现在了大家面前 她看着大家一个个不由的嘴碎起来 说出了所有人不为人知的秘密 有些借着摄影师的名义欺负中学生的 工程师制造他方大楼 医院不收病人只为洗钱 小娜越说越厉害 有人暴躁的冲了出来想让她闭嘴 大家不明白小娜到底想要干嘛 是来报复的吗 小娜看了看莉莉缓缓的说道 别生气嘛 你还有抑郁症呢 原来莉莉和阿伟两人 看起来好像很恩爱的样子 其实他们的感情早就出现了问题 莉莉患有抑郁症 总怀疑阿伟又对不起她的地方 紧接着小娜对着阿伟 喊出了她上学时男友的名字 大家都惊讶地看着阿伟 原来小娜上学时 经常打电话的男友是阿伟 莉莉在知道后怀恨在心 她就开始四处散播谣言 小娜每天在跟空气说话 就这样 小娜成了传校人 茶余饭后的话柄 而阿伟从那以后 也没有再搭理小娜 一天阿伟突然发信息 约小娜见面 小娜如愈而至 没想到却被莉莉 带着一群人暴揍了一顿 而那条信息 也是莉莉拿阿伟的手机发的 等阿伟找到小娜时 小娜生死未卜 气急的阿伟想要跟莉莉分手 莉莉就以死相逼 威胁阿伟不要离开自己 阿伟愧疚莉莉 于是就一直留在她的身边 直到现在 至于莉莉的闺蜜呢 为什么这么漂亮还单身 她是空姐 而阿伟是机长 细细品吧 进水楼台先得月啊 两人的关系可不一般 小娜播出了两人在一起的视频 莉莉看到后那个气呀 恨不得手杀了闺蜜 她拿出刀子想要去捅闺蜜 却被阿伟拦了下来 阿伟随手一推 让莉莉摔倒在地 莉莉顿时阵痛流血不止 让她惊讶的是 她不知道莉莉已经怀孕三个月 阿伟因为愧疚 又回到莉莉身边 当你们有一个 共同讨厌的对象 你们之间的情感就会变得更加团结 小娜觉得很有意思 不知道大家能相爱多久 于是她为了报复所有同学 悄悄在酒中下毒 之后又故意说出 自己手中有一管解药 但只能救一个幸运儿 为了抢夺这只解药 所有人都像是 被刚刚释放出囚龙的野兽般 扭打四咬成一团 面对着恐怖片里才有的血腥场景 小娜忍不住露出更甜美的微笑 很快 解药就被某个人夺走 但这场绝地求生还没有结束 剩下的人都一致把她当成活体解药 争先捧后地啃食她的血肉 甚至有人露出如饮肝泉般的畅快表情 讽刺的是 在此之前 这个班级还一直以团结友爱著称 事实证明 这个友爱的大家庭不过是一个利益集合体 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冲突时 集体瞬间就成了一盘散伤 可小娜却告诉他们 刚才她根本就没有下毒 针管里面的才是毒药 话刚说完 众人就倒在了地上 等大家醒来之后 发现自己像经历过一场无比真实的恶梦一样 似乎只有箱子上摆着的一支针筒和桌上的录像袋 能够证明小娜真的来过 当有人再问起明年班级派对该在哪里班时 回答她的只剩沉默 有些人因为嫉妒 欺凌 自私 可能做着一生无法弥补的事 你是怎么看待小娜的复仇行为呢 好了 今天的电影咱们就先讲到这 看一部电影《平淡人生》 我是撩影先锋 有喜欢我的 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关注 她的电影咱们ær 的电影咱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